今天要探的一家店比较特别 在清迈呢也是小有名气 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能想到吗就是这家店在清迈 一进去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是在清迈 在清迈了 不是在京都的某家店就是在清迈 里边超级美 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特有的这种椰子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抹茶 椰子抹茶 看起来很 然后他们家的营业时间呢是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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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好 鸣去 其实也还好 没有很多样子 就几样 而且写了这么多介绍 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做的 这是这是新闻的 这是新闻的 它做了一些东西 这一年 这一年呢 这一年呢 这一年 大概是419年 这一年 这一年 好烦 就是要把这个倒进去 然后再一个 应该是吧 然后喝的这么粗 粗鲁 然后还有个管 拿这个少人脚 是不是这么整 是不是这么整 头一次喝椰子和抹茶 搭配 表扬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吸管 是这种的 纤维的应该是可降解的 这种材质的特别好 想不到吧在清内 居然可以看到这么日式的茶 超好看 这种材质 这种材质 可以看到 这种材质 可以看到 这种材质 对 这种材质 与你 一样 你也有点 好 你也有点 对 我一看店的名字,它的名字呢,就叫Margotlo 然后在清麦,它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店 因为一进来的话,就全部都是日式的 然后呢,我刚刚点了一个他们家的招牌 就是椰子配抹茶呢 就是挺,味道还是挺好喝的,我觉得挺特别的 如果你来清麦的话,可以来这边 过来拍一拍啊,照片啊什么的 我觉得很美到这边,很安静而且 这边清麦的天气也算挺下巴也挺舒服的 所以坐在外面呢,要被照啊,坐在那边 一眼茶也挺舒服的 然后后边呢,就是他们家室内 然后外边可能会闻的比较多 你拍完照的话,就可以去屋里面了 然后这个记录,清麦简直是热死人 然后外边还有闻副药 坐一会儿,然后剪一会儿片 然后下午呢,去另一个咖啡厅继续探店 就这样了 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对你来清麦游玩有用的话 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 同时关注我的公共号里面 还有各种清麦逛吃的工队 我们还有一个逛吃的阵营 如果你在公共号面后台回复群的话 就可以获取了 你愿意加入我们的逛吃阵营吗 ��质sequ都吃得不忌 不幸还会儿说 没有用在自己开转的时尽 哪儿 就像着那时候 不肯心 让家宣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逛吃青麥还会继续 别忘了订阅我